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輪賽事 今天的編題是《公平流逆咖啡能有效扶貧》 對賽雙方為正方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對反方酸道會純粹之紀念中學 先為大家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 神方營 第一副辯 楓淑堯 第二副辯 大俊哲 極辯 許葉亭 反方主辯 田穎彤 第一副辯 關樂堯 第二副辯 曾希文 以及結辯 江卓奇 再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華英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賴彩賢先生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辯論隊老師彭偉興老師 以及保錄六世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黃思彤小姐 本場比賽會分為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 二副 台下發問 以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 3 3 4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將有一丁提示 叮 叮 超時15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叮 戒時 本人將會打斷辯言發言 即是提醒 判去扣分 明白到網絡會有遲緩 甚至可能聽不清楚中聲的情況 每次叮的時候我都會再加些手勢提示 辯言在這裡又責任去留意翻譯過幕 也建議你們不要用盡了10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規之前都給過雙方的學校了 想問主辯對於比賽規程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整合鏡頭事宜 沒錯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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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楚 清楚 3 2 1 叮 主席 評伴著作 各位 大家好 根據諾斯會的數據 在全球8億的貧窮人口裏面 有8成都是小龍 而其中的6成是咖啡小龍 究竟為何會有什麼因素 造成這麼龐大的數字呢 原來大多數的咖啡小龍 都需要將咖啡豆 以遠低於成本的價格賣出 在以作比亞 一公斤的咖啡豆 借價值0.6美元 相當於4元的港幣 小龍入不富之 舉家挨餓的等情況 比比街市 不過幸運的是公平貿易的誕生 為在貧窮中掙扎的咖啡小龍 帶來做一線的新機 公平貿易能夠為農民 提供直接的渠道 去售出自己的咖啡豆 不需要受到中間商的剝削 還可以用收益來改善自己咖啡豆的品質 讓他們自力更新 回到今天的辯題 討論的是公平貿易咖啡 是否能夠有效扶貧 窮來自有因 要證明今天的辯題成立 就要證明公平貿易咖啡 針對咖啡小龍的貧窮原因 可以是對證下約 今天就讓我們帶大家去走入小龍的生活 看看導致他們貧窮的處境的三個原因 第一,其實咖啡豆買到這麼便宜 貴近舊底就是被外商哈里小龍不知道價錢 去2019年 咖啡小龍的每磅收入只不夠1美元 全球咖啡產業每年收入有2000億美元 不夠1%能夠到咖啡小龍的手中 那些分散在小龍根本就沒有 跟大的咖啡商議價的能力 只能夠被人任人欺負 於是公平貿易的咖啡就能夠派上用場 針對被中間商剝削的情況 買家和買家共同制定最低定價 就可以支付生產成本 和小龍的基本生活開支 而在收購價之外 買家必須支付一個定額的社區發展金 同時農民和農民之間互相聯合 組成合作者都能夠撞大了這個集體議價能力 第二導致貧困的原因就是 因為小龍的技術和教育水平低 無法提高生產力 他們缺乏金錢和技術 無法對抗因為全球暖化造成的種種問題 導致咖啡豆的產量下降 品質別差 小龍都缺乏加工咖啡 可以買出高價等等的知識 咖啡受賣到中間商的價錢被壓低 自己都不知道導致收入減少 於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社區發展金 就能夠派上用場 這筆的發展金可以用來興建一些基本的設施 抵抗一些天災 令到農民作物破壞的機會減少 同時農民組成的合作社都能夠為小龍提供培訓 為肯尼亞的合作社就組織小龍 學習一些可持續的農業實質 成功提高了產量和品質 這些措施令到小龍能夠減低損失利潤上升 改善了他們的經濟狀況 第三個原因就是 種植咖啡的小龍都是為處一些比較落後的非洲和南美洲國家 那些環境十分不利於他們的銷售和種植 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滞後 也沒有良好的公路交通網絡 讓他們可以運出一些產品 而這個時候社區發展金就能夠改善這個問題了 發展中國加年最基本的民生設施都缺乏的時候 社區發展中的9%都可以來興建一些的基礎設施 還可以改善小龍的種植條件 有35%又會投資到這個合作社裏面 來完善咖啡的生產鏈 令到生產成本降低 產品的價值提升 就有效舒緩到小龍的經濟問題 其實歸根究底 導致咖啡小龍不同的三個原因 原來都可以被公平貿易逐一擊破 可見其實公平貿易根本就是有效負貨 所以便是你答應了 最後想請問一下友方 在友方眼中這些是否也叫做無效負貨呢? 謝謝大家 正方主辯發展時間為3分4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請反方主辯 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個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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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3 2 1 請問一下 各位大家 剛才有朋友跟我們說 他們的收入是增加了3% 但是他們本身的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本身只是賺得很少很少 成本降都給不到的時候 他們賺到了 如果他們自然是負擔不起自己的生活 這樣其實都不叫做有效負責 其實我們就不是對這些問題視野不見 但我們就見到公平類的咖啡是欠缺一個透明度 和缺乏分級機制等等的各種問題 這都農民即使參加了新計都得不到改善 聽完正方主辯的發現 其實我兩三方已經達成了一個公式 就是公平類咖啡的意念是好的 但是我方就認為消費者和機銷球有大量之餘 他只是有心無力做不到有助負責 今天我們要留意便提中有效負責 任何生意都可以令人有收入 令到農民有收入不等於有效負責 除了令農民可以負擔下一次家中的總資錢 還要在收成期之後都可以養活家庭有33分 才算是有效負責 要正立便提有關就要論證 公開怎樣實際改善農民生活 幫到他們多少 有一項專門針對薩爾·亞當西報價的筆記研究表明 即是參加了公平類組織 有97巴士的家庭仍然長期處於機外狀態 公開如果有效 為何還有這麼多農民長期處於機外狀態呢 公開機制大致上就是 建構要求和呼應指定的方法種鎖啡豆 再以最低保證價格收購 的確公開會協助改善社區和發展各種社區建設 但想心一層 其實這些並不是公開才能做到的事 真正幫多農民在各種社會經驗本身而體公開 而且世界上有很多其他非流力組織在做這件事 所以並非公開服務 除此之外 公開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 機制上不合理 發展經濟學家的共識表明 公平類的咖啡是減少發展國家出品的最無效手段之一 當咖啡豆價格波動出售價格低於最低保證價格的時候 只會導致兩種情況 第一種最低保證價格高於市場出售價格 更多農民加入公啡組織 要留意公貿產品只是佔市場的0.5% 供應多了但需求很多 令農民可以出售的咖啡豆數量減少收入比分薄 第二種控陪商跳過公啡組織 直接找農民以低價收走 令農民被壓下的問題更加嚴重 研究顯示 咖啡豆生產成本只有超過每磅1.2美元 但是公啡保證收購價只有1.4美元 加上公啡組織農民收取的認證費 以及要求的種植方法 肥料等等答案支出 不要說幫助農民 這些情況最終會令他們的收入減少 成本比現在更差 第二幫助的並不是最多的農民 非洲是最近乎的咖啡種植過 其中第二大人口的奧塞拉肥 就有120萬的咖啡農 但是它的公平貿易出口量僅僅 佔過公平貿易銷售的咖啡不到10% 而來自墨西哥 高巴西和哥倫比亞等等的中森西洋國家 公平貿易出口兩份額就多出很多倍 那請問公啡幫到他們的甚麼呢? 又以美國公啡組織為例 他們只會認證一些大的大雞莊園 在這個情況下 還怎樣幫助咖啡小龍蟲的財產呢? 第三是最大的問題 公啡並非登定有效不同的方法 不少店家不採用公啡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質素不夠好 這件事即使在包裝上面多了個公啡認證的貼紙 也不會有甚麼改變 公啡現況就是把所有級別的咖啡豆 互同一個價格收購 要真正做到貢獻行政 可別做法是補助 協助農民提升機能 而同得數和級別的咖啡豆 互同價格收購 有一個完善的分級機制 就是這樣才可以促使 農民眾出得數更加多的咖啡豆 可惜已經違規公啡的原理 根據公啡證證書 合法者Paytrade International的估計 至於上升公啡證證的產品 大概只有20%的增幅 看回產業鏈上面 其中收成分配 公啡其實是謀取近30至55%的利益 所以我們可見最大財證者 並非農民只是商人 在消費者的糧收消費之下 叮叮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到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然後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還有1分鐘時間作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叮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 叮 然後就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正方主便提問 在這裏請評伴留意 你們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 依照發言次序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我們有請 正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進行事宜 至avier 請問問有什麼清楚 清楚 3、21 丁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质疑就是收入或基数太低 但等一会,有方同学今天说有效扶贫 有方同学质疑基数太低,其实前提是不是承认了今天升了三至五 会有方同学觉得是有效扶贫呢? 好了,退了万步说,即使今天真的基数这么低的情况下 就问有方同学,我们看到美国公平交易协会跟我们说 小龙现在每年所赚的钱由500美元升到接近2000美元 请问有方同学,这个这么大的升幅,而且建议千美元一年 足不足够有方同学所说的有效扶贫 更何况有方同学有效扶贫究竟标准在什么,从来不知道 请有方解释,多谢 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计辞 请问太后,什么问题 请问太后,安全帅 下,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于总统要进去 请问太后,不过 混淆这后,我们处理好 真正 单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逐遍回答了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看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请问,听得清不清楚,好,可能近一点,好,3,2,1,兵 谢谢,评判,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江桥康团问我们的问题,江桥康团说由500美元升到2000美元,那就升了很多,但我们要留意这2000美元是用来做什么,他们种咖啡都有成本,加上公费是要求他们用指定的方法做,又有肥料,又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要很多的压害收入,其实回到港币之下,一年一万六的港元,其实有可能是否真的认为这样足够他们的生活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有效扶贫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除了令到他们有这个成本价之外,也都要令到他们在收成期之后,可以维持到自己的生活有三三分钟,还有那场游行自己都知道,非洲才是最朋友的咖啡,正值个答案,他又跟我们讲这个美国的例子,那请问,你是否觉得全球的小龙参加了之后,都可以赞到多不多呢,谢谢各位 接着来到反方提问,请反方拍照给台上原发问,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我 请问,请请看镜头示意 是,反方拍照给台上原发问,请问,是否认为是否认为? 好,三二一,兵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叮叮 好 预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逐步回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到镜头示意 闪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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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听清楚 清楚 3 2 1 叮 主席媒介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和你们今天搞错了一个奴族上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会有所说的基建呢 就是因为公平贸易 所以才导致他们有合作者的产生 那些农民才有自己有权 自己有钱去发展他们自己需要的基建 是的确有这些基建 他们能够帮助他们 他们辅导贫 令他们能够从头脱离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公平贸易 那么这些基建有哪里来呢 谁起又有什么钱呢 谢谢大家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以后请正方第一负面发言 要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镜头示意 是瑞 巧克局 听不听到 3 2 1 宾 支持庆判历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的辩题很直接的 就是宮廷貿易咖啡對小農貧窮處境的幫助 最可惜有方就犯似乎因為幾個被蒙蔽的地方而忽視了最直接的幫助 有方對有效扶貧的定義稍微奇怪 有方似乎將扶貧和脫貧混為一頭 扶貧就像走樓梯一樣 我們可不可以幫到小農走上幾級樓梯 無論是多少級 無論是一級好、十級好、一百級好 只要我們幫到他們走上樓梯幫到他們改善環境 那就是扶貧 相反有方你們也似乎一步登天一下就解決了很多標準 再者用有方你們自己的邏輯來說 我說扶貧是要令農民不用抑我 這個標準是哪裏定出來的 是怎樣出來的 為什麼是不用抑我 更何況什麼叫不用抑我 其實一種 其實有方連你們自己的標準也不符合你們自己執奮我們的內容 第二有方同學你們對公平貿易的了解不足 有方似乎你沒有做足資料搜查 因為聯合國提出公平貿易的重點正正在於社會發展這樣的制度 有方同學你們所補賣什麼 你幫他們起基建這些不關公平貿易事的理論何在呢 明明你的邏輯就好像說公平貿易賣旗沒有再付貨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是拿一些旗去幫人的嘛 要拿一些旗買回來的錢去幫人的嘛 那不是旗的問題 不是這樣的 我們正正正因為有公平貿易的這個制度提供了一個社會社區發展金 也都設立了合作者 由他整個制度下面的不同措施去幫助農民踏之負貨 那麼有方同學請你們之後釐清回概念再度討論 好了有方也都沒有 有方正正正因為有方對公平貿易的價值制度的不了解 導致他們完全忽略了公平 導致他們完全忽略了合作者和社區發展金的用途 有方對社 有方對以上兩種措施 對農民提供的技術幫助教育幫助脂治不體 只會跟我們說他們不關公平貿易事 就是剛剛都說過這個邏輯是不正確的 寶載者收信我們現在就跟你說價錢也好 其實我們看到根本農民他們收入每磅的咖啡豆收入不足1美元 導致農民他們無法償補到他們支出的情況下 公平外正正可以幫他們減少貿易過程當中一層一層剝削 幫他們賺到更加多錢 令收入提升 提升了就提放了 此外最低收購價也保障農民可以獲得他們需要的生活性 需要的價錢 最低收購價是由農民他們自己參與制定 也就是他們切身根據自己需要的問題出來的 有方同學請問你說最低收購價沒用的理論何在 請問你今天一齊講法的依據何在呢 謝謝各位 正方一部發言時間為3分07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又請反方第一部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3、2、1、丁 主席你不會在序的 因為我今天都很討厭的 他一出來就跟我們說什麼 說我們今天是想要折騰而不是附近 但你看到今天編題最主要是說有效 今天就來講一下遊客 那我覺得的是什麼 你有一些少許先倒入袋 看清楚一點點一點點 就當是已經扶貨了 就當是幫到他們 可以見到什麼 有方同學就說這是行樓梯的過程 有方同學知不知道1989年公飛已經開始了 在這33年 他就說行了33年的樓梯 這97巴士的網民仍然在同線之下 今天我倆雙方都很應復 公飛裡面其實是好的 但只可惜我方見到是實際上的有心無畏 我們見到議事的成果是投放多支 收穫少成效 我不承認公飛是可以出的經濟 的確扶到一些的貧 但是是否有效會嗎 我方就表示質疑 所以現在變題就要看兩個問題 第一公飛確實成效是怎樣 第二幫到的是什麼人 一出來就跟我們說什麼 中間商全中作家 殘殘剝剝削我們的那幫路人 但這個根本就是假想的 那幫中間商其實是一個合理的市場 合理的行為 他們都要收錢去控斗 去做一些家裡上的問題 賺得貨款那些都是要錢的 那我方是否想他們自己自視成本 去自己拿錢去這樣做呢 這個不是一個生意應該做到的事情 其他人就說他們已經是有效的 幫到就是了 其實我們剛剛說有效不是玩什麼 一年一萬六就是賺完有效 就是有錢落格就是有效 從一句就已經不難看出 因為他們看不清情況 這件事給我問 中間咖啡成本大概是1.1至1.2美元左右 咖啡機構以1.2至1.4美元的價值 然後收他們的咖啡豆 最後在這麼多人欠市場 給分割的情況之下 收回人的錢 甚至有機會就少過 直接賣出去 一個例子 今天我種了100袋咖啡豆 如果我不經過公啡機構 那100袋咖啡豆可以全部以半間賣出 假設經過公啡機構 很多人一起賣 中間每個人的咖啡豆都全部收了 所以到最後 我可能只是以10%的收益賣出10袋 假設公平貿易只是整體市場的0.5至5% 有辦法又如何解決利潤分割的問題 又如何可以在這一刻 對於被分割的情況之後 幫助那些農民就有請 由方以赴政會的恐慌問題 平時有幫助農民的聲明 可以幫助社區發展 有方我今天是承認不承認支持的 不是以為當中的社會基建 大家可以想一下 社會基建的錢到底是從哪裏 是否由那幫動物 他們賺回來的錢 還是那幫總積自己營運的錢 還是由中間商給錢 平時也不能看出 有幫助在混淆市場 所以這個發展其實都非常有 民間政府才會懂得自己 在這方面的發展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就算有成考 當中的成考也不算 叮叮 是要有公正 最後幫人幫人 有幫人幫不了最強的單位 都幫不了被剝削的 現在是在入會的 然後找到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過時無需靠分 接著到政方第二副面 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整個鏡頭示意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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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得清楚 3 2 1 叮 各位大家好 其實聽到有點迷 為甚麼 因為有方同學的邏輯 有點難了解 首先今天有方同學不停地說 其實有方同學很開心達成共識 為甚麼 今天有方同學雙方都認同 原來公平和我們是扶賭 不過有方同學質疑是甚麼 質疑程度而已 好吧 即使來看看 今天有方同學第一點質疑是甚麼 質疑社會基建 如果我們支持社會基建 支持公平貿易 這點看來有方邏輯真是很迷 為甚麼 今天有方問錢在哪裏 看來有方人連這個公平貿易機制 都未了解清楚的時候 當然是問得出這條問題 今天講公平貿易機制 有一樣東西叫社會發展金 社會發展金就是你賣咖啡豆的時候 你買家需要額外付給你的 正如今天有公平貿易才有社會發展金 有些社會發展金才有基建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解釋 這些基建因為社會發展金而得來的時候 請問為甚麼不是公平貿易的有效付貧呢 更何況今天有方同學說我們 低低成效 低低是多少 我們再看看數據 根據諾施會指出 公平貿易之後 原來農民升了三至五倍的收入 就像墨西哥這樣的情況 原來人們都升了一倍的收入 請問有方同學一倍三倍五倍 這些倍數的升幅 是否有方後章所說的一點點成效呢 更何況今天有方同學 原來中間商收的錢是合理的 但等等 原來看數據 今天中間商經手了150次 請問有方同學包裝控斗經過150次 是否一個合理數字呢 相比公平貿易只是中間經過兩次 就是經過一些公平貿易組織的時候 請問兩者相比兩次 都150次 何者更為合理呢 更何況今天要看錢呢 正所謂受人以餘 不如受人以餘 如果要有效扶貧教他們 如何賺錢也更加重要 所以今天針對著我方主便所說 技術和教育水平低以合社會 落後的兩大因素 我方主便這樣說 公平貿易、咖啡的社會發展 一定可以對證一下 好像有方同學都知道 說過非洲 有方都知道的 埃塞羅比亞 埃塞羅比亞的合作社的社區發展金當中 七成就投入了在提升產能和生產設備上 幫了過千個咖啡 正如三成就投入社區趕造 起了四間學校令 五千個小朋友有書讀 起了四間診所令六千人有醫生看 看完美洲 洪都拉斯 其中一個合作社 每年會派出三次農藝學家去農民的填作分析 然後再將結局數據化 去找出一些問題 而且解決方法 而社區發展金也幫當地農民起了污水處理事 去改善當地污水問題 和支援它的種植和生活 其實事實性於紅變 今天公平貿易可否作為負治民眾 生活實在一目瞭解 實在明白 有方今天不停地把基建和社會發展金 完全拆開 我實在不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種種種的知識提升和基建 可以令農民得到機器和技術的協助 不用小朋友幫忙打工 而小朋友都可以得到機會學習知識 在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都慢慢提高的同時 向跨代貧窮問題逐步進發 將扶貧的效用最大化 最後想問有方 今天正在說 農民公平貿易之後收入升了3至5倍 這6倍做的收幅在有方眼中 是否等於無效扶貧呢 謝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辯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去到反方第二負辯 你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進行鏡頭注意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楚 3、2、1 叮 主席評判鏡頭前的各位 大家好 其實來到後場有過對我們的質問 很多客條資料 是他們說是升到落師會議時升到3至5倍 有方你本身是多少錢 我本身雜了1元升到3至5倍 而且我本身1元之後賺到3元 有方同學都覺得是有效 再者 其實值得潛入一個狂人特色 實際解釋送費都給不到 我們有頭也只是口號式說有效扶貨 不要緊 所以要讓我和大家明清一下 首先 其實有方同學只是第一去苦中作落 主便一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一年有3000元的港幣 賺到它升到一年16000元 16000元的港幣 就說有效扶貨 但是有方同學 你這16000元你要包成本 你要包成本 你要包成本 三叉元打的時候 你覺得這16000元在一年 裡面又夠不夠呢 再者 正方一付出來跟我們說 你扶貧的定義不一定要去打 有方同學 難道你覺得扶貧 就是可以給他們餓就可以嗎 好 之後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吃草比吃泥 起碼有善吃纖維 但是有效扶貨是要每天三参分百合間有足夠的成本 支付到種咖啡的成本 所以其實根據資料顯示 參加公費的用值者得到的利益 會跟支付公平外業的認證費用 以及最重要的 種值互相抵消 公平交易的長期利益基本上是為零 這些費用不單止是加重了農夫的成本 甚至是令農夫的生活是雪上加上 所以其實來到後場 我們是看到有效性一點都不高 再者加入了公費之後 市場價是低過的 但是不是多人參加了 供應多需求比別 農民競爭大了 所以就有分割情況出現 加州大學發展經濟學家 最近的研究表明 當世界咖啡價價下跌 公平貿易渠道的銷售 其實銷售增加的時候 更多的農民加入公平貿易 但這個減少了他們合作 社業公平貿易價格出售的咖啡比例 所以其實可以見 再者美國公貿佔總市場的0.5%至5% 最多5%當你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最多當你5% 本身已經沒什麼效的利署 有戰金融市場多少% 相信大家心中有數了 第二有方就學以天蓋傳說中間商就一定是最差 其實根本有可能是混亂市場的 他們立場就是中間人就是等於 魔術農民的利益和壓價 所以中間人就出場 但是沒錯中間人是可以天下 沒有了中間人跟他聊天太平 我們又不可以說有可能錯了 但我本想到有方這麼全面 中間人是有些壓價 但是他們都有他們的理由 沒有必要說到他們整個魔鬼這樣 中間商本身就是要幫助到農民去找個賠償 而且還要幫助到農民去找一個分級機制 如果沒有做單身之後品質又保證 公平貿易下的咖啡豆的品質又保證不到 那麼有方同學有效又從何而來呢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社會節節跟我們說很多 但是有方同學一個州裏面避免四個月 謝謝各位 反方義父發言時間為3分18秒 有過時 請三位評判都在你們分子上扣除五分 好 現在進入到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都會各有兩輪發問的 請正方派出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便員就要開啟鏡頭和試咪 你會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她鏡頭示意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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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得清楚嗎 清楚 不過不太看得到 要調一調 OK 現在 OK 3 2 1 謝謝 主席 評判 大家好 主席 評判 大家好 有方同學想說公平貿易的成本 成本帶過收入 因為成本是1.5美元 但收入只不過是1.4美元 先留下有方看清楚資料 1.4美元是最低保障 現在香港的最低工資是37.5 那你會不會說分工的收入都是37.5 事實是偶封台上多次講 收入是升了3至5倍 當好像偶封台上說每磅是1美元 1美元的3倍就是3美元 換言之是多了2美元 而2020年公平貿易小農的 人均咖啡豆產量是2,450 一個月就是2,450 再除10月就等於400美元 換算港幣 即是賺多了3,000元一個月 3,000元對於香港的中門戶 貧困人口來說都是莫大的幫助 更何況對於生活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 就有成本有方每個月多3,000元港幣 算是有助負貧 多謝各位 是 簡報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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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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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计时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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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看 警方派出便宜員回答 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市咪市咪請問聽不聽清楚 3 2 1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為問我們九成 首先其實有分為這個九成的數字 是說什麼呢 我方都不知道 究竟九成的積荒是說全部濃厚 或者只是說有實行公平貿易的濃厚 雖然今天有分為說全部濃厚 饑荒言高 然後說公平貿易幫不了他們的時候 究竟邏輯有何在呢 更何況今天有分為學都知道我們的例子就是上流級 但接著有分為說什麼呢 就是上了兩三級 但等一會有分為學 我方問他講了3至5倍收入升了 是不是兩三級呢 甚至說了墨西哥的例子 他原本沒有公平貿易之前 每月收入160美元 現在有完之後加多了155美元 有分為學將這麼倍數的升幅 是不是有分為口中所說的兩三倍呢 而更何況今天有分為學講到這樣 是不是就是認同他是無效扶貧呢 即是等同於我收入高了 由涉變賺在有分眼中 都是越扶越貧毫無效用的 發現時間結束 接著有請政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個鏡頭示意 請問你聽不聽到嗎 清楚 321 叮 最早的大家好 有方人今天就覺得中間商有用 因為中間商可以幫農民穩控賠箱 和認證機構 但其實公平為咖啡組織都做到這些 分別在嗎 但中間商不是好像有方說到有些壓價 而是根據國際咖啡組織所計算 原來咖啡利得分配當中中間商佔成七成 而小農者都一至二個百分比 有方人說那不是壓制什麼才是壓制呢 有方人說既然中間商有用 那為何做到中間商角色 還要不壓制農民的公平咖啡是無效呢 多謝各位 回到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介紹 開場 請反方派出會面遙迴答 預備時間結束 請反方派出會面遙迴答 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請問清楚 3、2、1 丁 主席評伴的遊者 各位大家好 多謝你幫幫我請問 但有個同學在公平貿易下 10億的收益的利潤是會入龍夫袋 另外那九成在公平貿易下入 這九成又拿來做了什麼 第二其實一個自由正常的市場 有一個中間人的公用 他們拿了些錢是要事關重大 但他們不單止要幫努民去找紅賠箱 去碰一些咖啡豆 他們還要付成本的錢去給紅賠箱 也要確保咖啡豆有品質保證 所以如果有幫同學說公費就可以 那碰賠箱沒有變 另外在哥斯達尼亞 尼加最近的研究表示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 發現公平貿易對咖啡的人工 是沒有積極的影響 在公平貿易下人工沒有變 最重要的是品質方便 公平貿易證書合法者 Berture International 市面上聲稱公平貿易的產品 大概只有20%是真的 所以其實可以見到公平貿易下 奉賠箱是沒有變 人工沒有升到 甚至品質更差 有方同學的有效就真是補充 多謝各位 接著又請反方派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有正面鏡頭示意 是嗎? 你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 3、2、1 丁 主席提問鏡頭前的各位 大家行錯 我跟前場都說過 公平貿易只是佔市場的0.5%至5% 換言之 公平它也只是佔市場的5% 請有同學們 在較少的情況下 幫到最窮的那班 飛龍多少呢 謝謝各位 正方準備一分鐘的時間開始介紹 全身精調夠 請不通 预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派出位订阅回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整个镜头示意 3 2 1 丁 各位大家好 有通常我先搞清楚逻辑 今天你有方质疑问题 在于数量的多小者 但等一会先 今天辩题讲的是有没有考问 数量的多小和他有没有效用 是两回事 若然有通常说到 我们即使最挑选小人那班人 即是受到公平贸易去保障那班人 他们正正是收入又提高 基础结构又改善 技术又提高 有通常不学 即使有通常说是什么5%的人 对于这班人来说 他们有效 有通常是不是都认同是有效扶贫 若然更加有效扶贫 我们要做的就是 就是将这件事推广出去令到更多人 去做这个公平贸易 而不是我刚才所说 小人就是个问题 谢谢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去到结面准备时间 双方结面都会一分钟准备 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会怎么办 接触 公平费 在哪儿 还难道 不 最近 準備時間結束 向師傅由反方劫變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問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 清楚321丁 淌情比賽尾聲今天雙方討論了這麼久 可以看出我倆雙方達成了一個重要的公式 就是大家幫助一些農民 而我方今天也同意公平貿易的想法是好 也不反對公平貿易負責 我們反對的只有公平貿易是有效的 那我論雙方的分歧軟道是哪 以下由我簡單去做一個總結 第一 今天雙方認為公平貿易很有用 可以幫助到這些農民 我告訴雙方 你這個想法絕對是錯的 首先雙方由頭到尾都多次評估公平貿易 所以根據他的種植方法去種咖啡 而在這個制度下給不律的人 正正就是那些窮道 連這一筆錢都比不起的人 再者 如果按照有幫同學的邏輯來說 是不是現在由三千元港幣升到每年一萬千元港幣 就是有幫同學認為這樣可以幫到農民呢 在這一幫農民現在只是賺下一次買融資的錢 就算是幫到他們 現在這一幫農民正正是收了錢之後 依然有九十七% 有九十七%的人 一天做公平貿易後 是連飽中都得不到的狀況 長期收益甚至為力 但今天雙方依然堅持說是幫到一點 就像我雙方今天所說的食草和食賴 冷血地認為 冷血地無視了現時的問題 第二 今天雙方認為公平貿易 可以幫助社區建設改善他們的生活 我只可以互說 今天雙方是勞測很奇怪 今天是社區建設並不是公平貿易獨有的好處 現時很多慈善 今後政府也有做到這些事情 我方認同今天是幫到 但是不多 而我方今天多次提及 到這些慈善組織所起的建設 甚至比公平貿易更加多 幫到更加多的人 甚至連城管家都是比公平貿易少 這些好處並不是公平貿易獨有 甚至有更加多的人做得比他更加多更加好 如果有方今天認為在社區建設這麼重要 其實都不用經過公平貿易 直接捐錢給一些前線機構去看就可以了 今天有關同學很明顯 已經將公平貿易的好處 數到自己都想不到還有什麼可以說 只要將一些零零碎碎 甚至不屬於公平貿易的好處 加入區 均勾施聽 說到公平貿易互好無人能求 因此簡直是從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看得出 公平貿易並不是真正有效不合 第三方面 公平貿易問題 公平貿易都提及到現時愈來愈多 農民加入組織 供應多了需求很多 令到農民收入被分割 正正在這些情況 令到農民收入被分割 甚至我現在在外面自賣 價格都給我在公平買出去 公平貿易是否真的好像有方同學說得很好 到最後有方同學依然要將這個 甚至提示而不見 說公平貿易很好 農民賺錢愈來愈少 支出都負擔不起 這些正正也是公平貿易存在的流動 要正正認證公平貿易並不可以有效不合 由此可見這樣的機制 不單只推動不了農民 它增加差勞 甚至令它們賺得比以往更少 同時正正是這些流動和機制上的問題 令到公平貿易根本無法取代其他貿易 也都只會令它作為一個保障的存在 最後 今天有方說 其實今天有方說長遠有效 其實不可以見到很有效的 其實今天也不平貿的 價格已經是有三合三年 但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它完全幫不到農民 改善他們的生活 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處於 狀態的狀態 難道這個就是有方手方長遠一點 再會有效 過了33年都沒有效 有方你又有什麼可以保證過多幾年會有效 其實討論了這麼久 大家都只是想服務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 不用再在一個連飽充都得不到的情況下生活 共平貿易現在正正帶著一個有心無力的狀況 我們非常欣賞也都贊同它們幫助農民 但是做起來是效果和和它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完全幫助不到農民 我們亦都相信大家不會再忍心見到農民 新生活幾個月中出來的野區是能夠特別的成果 因此我方今天不如不認為 恭喜某東西不宜有效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我們請正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去鏡頭事宜 請問聽得清楚 3、2、1 丁 大家好 比賽來到尾聲 不如就等我跟大家說幾個故事吧 科特迪雅公平貿易管理委員會主席 弗朗西斯說過 公平貿易的存在是為了代表農民的聲音 他們是公平貿易的生產者 作為公平貿易生產者 我們的聲音得以被聽見 得到了應有的尊嚴 小龍得以為自己發聲 辛苦種植的咖啡不再被壓架 獲得自己應有的回報 這個是反抗壓榨的故事 在紅刀拉斯馬卡拉 馬卡拉有機咖啡合作社 寫完 越多達五千多位小朋友有書可讀 新建了四所醫療診所 縮短了六千多人接受診療的時間 這項計劃足以改變他們的人生 這是和中共劑的大外故事 來到這邊 不如讓我們看看公平貿易咖啡能否針對小龍的貧困原因 對證客藥 但他們是走出貧困圈 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說收入 在沒有公平貿易之前 中間則為了謀採暴力壓榨小龍 他們的收入只有最終成品的百分之一 有公平貿易之後 他們每磅咖啡都至少賺到1.4美金 由市便賺 有方 這些就是有效扶貧 講義價能力 因為咖啡價格受制於期貨市場 小龍經常在不知交易價格的情況下百分茫受損失 但有公平貿易後 合作社提供小龍對市場資訊的了解 成功提升了他們的議價能力 講義競爭力 社區發展經歷小龍有 淺氣學校 下一代有書讀 誇代頻頻得到舒緩 合作社和公平貿易合作 教導小龍不同的跟蹤技巧 比小龍的咖啡跟蹤物更健康 產量更高 小龍不用再擔心 因為沒有知識、沒有技術而被淘汰 講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跟蹤幫助小龍做社區基建 例如高斯達利加的Cook Agri合作社 將筆錢發展當地社區開超市、五金行等 為當地的居民生活極大的改善 如果證據會說 今天他一定會出來說 公平貿易咖啡的確有效扶貧 但有方不滿意仔細聆聽 今天有方全場都在阻塵 有被關流少先 第一,我們問有方 基礎建設有沒有用 雙方都達成共識 有用 但有方搞不清楚的邏輯 是你們秘而不談 是因為都知道有公平貿易 才有社會發展金 有社會發展金才有基建 而公平貿易的確有效扶貧 第二,我們問有方承認有扶貧 有方一副話有少許 多謝有方 但你們太貪心 想透過公平貿易 改善一切 一步登頂 但憑同如一 從來都是複雜的 例如有戰爭 有政治因素等等 有方今天站在高屋在上位置 涉拆一切 但我們不妨當入小龍的角色 門生自問 公平貿易其實的確為幫助他們 向更好的未來發展 有方扶貧的成效 真的好像你們說到這樣嗎? 根據你們的邏輯 那天下如何有扶貧成功的可能呢? 早晨各位 不知道大家今次有沒有喝過一杯咖啡呢? 其實是每杯Hanssen咖啡的背後 都是百萬咖啡小龍的血與汗 他們長期受到魔術 又因為技術教育水平低和社區的落後 導致他們窮到三差無法都不能解決 公平貿易的出現 正就是為了處理這些問題 它不是魔法 不可以一招一招就解決 不是一招一招就解決到小龍的貧困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公平貿易 小龍不再被壓榨 又因為公平貿易 小龍技術教育水平提升技能 又因為公平貿易 社區發展改善了 改變了小龍的生活 因此今天公平貿易咖啡的確有效付款 今天面題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政方傑辯發言時間為 4分08秒沒有過時無需靠分 比賽來到這裏就過了段落了 評判需要少許時間處理分子 但如果你填好了 都可以在WhatsApp和我討論 然後逐一請你們為今場比賽給一些評語 請雙方都在原地等一等 好 我們現在請華英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賴採賢先生 讓他為比賽雙方和學者給點評議的,有請 好,謝謝主席 那我就給雙方一些看法 其實我自己對這條題目的判準的一些原則就看兩樣東西 因為這條題目有一些比較針著的字眼 所以不是那麼清晰,要雙方去定義 所以第一個我會留意的是雙方對何謂有效扶貧的標準的理定 我會看的是到底你的標準定得清不清晰和合不合理 第二個我會看的就是你定完的標準 去論證你標準之下的有效和無效 你的論證方法,你提的證據到底是充不充分 還有推論是否完整,還有沒有足夠的例子數據去證明 我先講了標準的層面 那正方開出來的標準 基本上就是有提升到收入已經是有效的了 第二樣東西,正方開出來的標準就是可以做到質素改善 就是一些非直接收益的東西,我稱之為 包括改善咖啡豆的質素 包括改善農場或者農村的基建項目 提升他們的教育水平 諸如此類 總之就不是直接的收益 是其他範疇的一些改善 最終應該都可以幫助到他們脫貧的 根據證方的要求 這個就是證方開出來的標準 我先講了證方在這個標準下的合理性 我覺得收入提升一定是一個相關的標準 但是問題是提升多少才是正方在追求有效的目標 因為正方一開始有少少 我不知道是刻意還是怎樣 因為你們一開始是沒有清楚說 到底那個上升到多少才是合理 你只是用升幅作為一個準則 你們一開始就說可能上升了大概三倍左右的收入 然後你就會反問升了三倍也不是一個成效 但是反方其實去到很後期才會質疑基數 你一毫升了三倍就三毫 一元升了三倍就三元 到底升了三倍是否等於很有成效呢 如果基數本身是被剝削得很厲害的 到底升了三倍是否已經是一個可觀的收益呢 這個證方其實是沒有交代的 我會覺得合理一點的標準是 譬如貧窮線有國際貧窮線 不同地方有自己的區域或者地方的貧窮線 就算我同意正方所說的就是不可以一步登天 就是說是不是一做了公平貿易就要脫離貧窮線呢 就好像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也會想聽 那它和貧窮線的差距是不是收窄了呢 或者正在收窄呢 那麼趨勢的變化是怎樣呢 就是和距離還差多遠呢 我舉例 如果你的貧窮線是十元 然後你跟我說一毫升到三毫升 那你又很難說這個是很大的成效 除非正方真的把標準定到是 總而言之有升就是有效的了 我不管它升多少 就是我用香港縱門做例子 那你縱門可能個人縱門三千多元 那你不可以說多了十元縱門 都是一個有效扶貧的嘛 就是我同意有助扶貧 不一定是要脫貧我同意的 但是如果那個金額的收入的升幅是真的很輕微的 那其實就很難說得上是有效 那這個就要想清楚到底你的有效準則 會不會有一個明確一點的指標 你就算不是直接達標 你也要跟我說跟距離相差多遠 那所以我就會想到底正方一開始 是故意不說實數還是怎樣呢 因為你也知道實數真的很輕微 所以你用聲幅去表達還是怎樣呢 那這個其實反方就要早一點去抓他的標準 那第二件事就是那個準則上呢 正方就說改善了咖啡豆的品質 基建教育的提升 其實我是很同意這些是扶貧的合理準則來的 就是扶貧不是只說收入提升的 包括可能他工作待遇的改善 可能原本他的工作待遇沒有安全保障 工作環境很惡劣 現在改善了 以前可能連教育也接受不了 他現在可以在種咖啡豆賺回來的錢 是可以供得起子女讀書的 或者免費教育的 下一代的農民的子女可能不再需要 種咖啡了 你可以說太多人做咖啡農了 非洲基本上你要透過種咖啡豆脫貧是不可能的 所以下一代接受到教育 最終達至脫貧是好的出路 就是我接受這個推論 但是一來的推論你們不是很多 因為你們很多時候都是流於理論 就是說合作社就會拿那筆錢 放進去做社會基建 基建包括教育 已經論證完了 到底是多了多少人接受到教育 當然要你論證多少人接受到教育 最終可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而脫貧是很高要求 但是譬如入學率是否提升了 或者學校數目是否多了 或者教育的覆蓋範圍是否增加了 這些如果可以在論證上面講多一點 這個項目的說服力就會高 否則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標準 但是在論證上不是很夠力了 這是我對政方的看法 而反方 反方也是一樣 在標準上面 反方就提到收入是要滿足三餐飽 就是你嘗試去質疑說不是有升幅就可以的 升幅也要足夠的 然後你就提到一個說法 就是起碼也要滿足到三三餐飽 但是這個政方也有質疑過 那怎樣為之三三餐飽呢 就是你們不斷地反問 其實他可能每個月 或者全年只多了一萬多元的收入 難道有方認為這是一個足夠的升幅 我覺得很多時候反方是用了一個反問的技巧去質疑那個成效 而不是你自己的論證 就是合理的論證應該是你認為收入應該增加多少 或者去到一個什麼水平 或者月入是多少錢 反方才認為這個的增長才是有成效呢 但是你們用了的方法是最低限度也要滿足三三餐飽 但是我真的聽不到在政方的升幅底下 那麼他會不會滿足到三三餐飽呢 當然反方可以要求政方去論證的 但是如果你提出的標準是三三餐飽 你也要有個客觀的準則 那我先吃什麼 他現在也不會是沒有東西吃的 他也不會是餓死的 到底要吃到什麼質素才是反方的標準呢 這個其實反方也沒有提到 因為如果你有提你會強一點的 你質疑政方的成效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沒有客觀的準則 那你就質疑有上升不等於有效呢 一開始問都可以是一個合理質疑 但是你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問的方法 那麼去到後場就會難一點被分 那麼這個是反方在那個標準上面那個情況 那麼另外呢 反方就用了很多資料和報告去論證 就是說很多機構說其實對收入沒有積極作用 但是你去到中後場甚至你引述了一些資料是說賺少了的 因為他生產成本升了 因為公平物業要求他用某種方法去種植咖啡豆 所以可能他種植的成本高了很多 甚至乎沒有錢賺之餘 甚至乎要虧錢的 那麼這個和你前場的立場有一點矛盾 因為你前場其實是承認對方的增長的 不過你覺得增長得少而已 但是你去到後場的資料講一下 就不單是沒有增長的 你直接說他賺少了 是不是完全沒有成效 那麼我就會想到底反方你的立場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預備這場比賽 我們學校也要打的 那麼我知道資料是很難找的 因為有太多報告 而且數據又很分散的 是沒有什麼很完整的報告的 甚至他們的成本多了多少都找不到 但是當你去想自己立場的時候 你就要想在有限的數據下 起碼你的立場要一致 二來就是你要嘗試解釋給我聽 到底他的成本和收入為什麼 為什麼相較之下 一是你就覺得升得少 一是就是不升反跌 就不可以兩個立場都拿 還有你要多說一些 到底整個運作是怎樣 其實我同意反方說一件事 就是整個公平貿易的行政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我不是很具體聽得到 整個公平貿易的運作過程 為什麼要用了很高的行政成本 而我理解其實公平貿易有一個問題就是 由農民去到最終銷售咖啡豆的中間是經過了很多重的 例如他要先成立一個合作社 跟著他要給一個認證費用去加入那個公平貿易的咖啡豆 認證這個又是一個成本 然後公平貿易的咖啡的組織 又要再幫他拿些咖啡豆去世界各地裡面 可能是推廣銷售又要找零售點 在整個過程裡面可能是涉及很多的行政成本的 還有他的監管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他加入那個公平貿易 他是需要透過合作社或者農場去加入公平貿易的 但是那個公平貿易組織其實沒有什麼有效監管農場 是不是真的把錢平均或者合理地分配給農民的 這個監管過程其實是很不足的 或者他沒有一個機制去監管 所以就會有機會令到農場和合作社的階段 可能有機會會把賺多了回來的咖啡豆收益 因為他的透明度很低 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那筆錢最後去了哪 只是知道最後落到農民手上是很少的 但問題就是落到農民手上很少 那筆錢是不是真的有效用在農民以外的社會投資 例如正方主邊說的35%落到社區建設 是不是真的拿去那裏呢 我就會期望反方也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很多情況下那些社區資源他有沒有投資到呢 有的夠不夠呢 我覺得可以說多一點整個運作的過程 監管機制和透明度的不足 去質疑整個制度的成效不顯著 我覺得這些可以反方再解多一點 正方就不能夠那麼容易說收入提升作為一個很強的攻擊 那這個有一點點看法 那我將時間交給另外兩位評分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有請基督教聖略教會 兼樂中學辯論隊老師彭偉興女士為大家做一些分享 有請 聽到嗎 聽到 聽到 謝謝 我首先都很同意剛才 阿賴總言女士她的評語 那她似乎都把華英那條主線都說出來 那所以我想我長話短說 其實我看回正反雙方兩邊 那我覺得今天正方其實就很正路了 那她說到一些數字出來說 柯低龍的收入會增加到五倍三倍 那種種不同的數字 那這個位置我想是全場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到底反方要怎麼拆呢 因為我都理解到其實是在這條變態裡面 似乎對於反方對於政方來說是有利一點 就是我想是很多報告很多數字 可以是在那個 就是Google裡面都很容易找得到 那但是對於反方來說正如 就是賴老師有提到就是 實際上她提高了多少成本的數字呢 其實相對很難找得到 那所以呢 就是正如賴老師這樣說 就是你們要反方 你們真的要很具體去說到 究竟那個質疑她的上升的幅度 究竟是怎樣為之夠 就是那個位置其實是 你們要做多一點點 而不是純粹反雲 那我想的時候 我想在過程裡面 我經常想反方究竟是怎樣做呢 那我現在就可能給你們一點點意見 就是如果你說她提升收入是三個月 三倍五倍 那你是不是把那個數字還給出來 究竟物價指數是升了多少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 過去30年 就是人工升了三倍五倍 跟你的物價又上升了多少 然後做個對比 然後你發現原來物價都是上升了三次五倍以上的 那你其實那個升幅是否等於幫到它 是否等於可以有效的扶貧呢 那這個是你可以強化你的質疑 那另一方面就是 有參加到這個公平貿易認證 和沒有參加到公平貿易認證的農民之間的比較 那就是你可能要質問一下 那實際上沒有參加到公平貿易認證的農民 事實上他們那個人工的 或者收入的那個增加 是否和參加了公平貿易認證相約呢 如果是相約的話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論證得到 就是加入公平貿易認證其實沒有什麼效果 又或者那個成效其實可能都不是很大 那所以就是這些位置上面 我覺得是反方今天是可以做多少少 而不是單純地純粹只是反運 那所以在這些位置上 如果今天反方能夠做得到的話 我相信政方其實都比較難回答的 因為我在滾鳥的過程裡面 我都發現其實是正如剛才這樣說 就是可能有參加公平貿易 和沒有參加公平貿易的農民呢 事實上他們的收入都在增加 而有些地方呢 的確是其實兩者的升局是在相近 就是不是真的明顯有很大差距 那所以這些位置上面 我想其實反方是可以做得到 那就不會整場在那裡挨打 因為我都很明白 其實我很同情反方的 因為我覺得反方其實在這個 在這個變態裡面的立場是很難打的 那我一點點意見就是這裡 謝謝 謝謝 那最後有請寶露六世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 黃絲同事者為大家還有一些分享 大家應該都聽到了吧 好的 那剛剛兩位老師都已經說得很詳細 那我簡單補充一點點 那兩位老師都有提及到 可能關於準則上面 或者是反方應該怎樣從資料上面去質疑 政方所說的成效 那我覺得除了資料上面之外 反方同學都可以嘗試留意一下關於整個畫面的素組 因為我會聽到其實反方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例如說你會嘗試質疑那個比例的問題 或者你會嘗試質疑說會不會是本身已經有那些基建 或者其他組織所帶來的一些基建 那我覺得這些質疑都是合理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可能你們要想一想 除了我直接說出來這些質疑之外 我怎樣可以去建立一個畫面給評伴告訴評伴 原來在這麼多質疑 這麼多情況下 它整體來說都是一個無效的扶貧呢 譬如說你們可以先說 可能整體上來說 那個漸比是很小的 因為我聽到好像你們不斷強調說 只有5%的數據 可能你們先說了我本身那群受眾已經很少了 即使在這群受眾裡面 他們有數字上的提升 那種數字上的提升是否實際上有幫助呢 又或者是他們即使是提升了 但是又是否真的因為這個制度呢 因為按照你們的立場的話 可能是因為那些基建其實都是其他組織帶來的 即未必是真的因為這個制度而帶來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反方的這些質疑 其實都可以去試試組織一個完整的說法 那我比較好一些 而不是因為我會很欣賞其實今天 即正反相方比起上來 反而反方的資料是更加多的 即它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數據 那我覺得有些可惜的就是 你們沒有真的好活用到這些數據 那所以我會希望大家 在努力找完資料之後 可以想清楚 到底這個資料我可以怎樣問 怎樣承接會發揮到它絕大功效呢 那可能針對正方方面 就是你們不斷強調那個倍數的數據 那這個是好的 那我會希望可以聽到就是 你們正反相方的資料 怎樣去做一個交鋒呢 因為既然你們大家有自己的數據的時候 那我作為一個評判 可能未必有對這條片 是這麼多認識的事情 我就會想知道 到底為什麼正方說了有這麼多倍數 但反方又覺得 好像甚至乎有下降的情況呢 即中間這些資料當中 到底有些什麼落差出入 那這個是我會想聽到正方 進一步去探討資料的時候 可以告訴給評判聽的東西 那就大概是這麼多 謝謝 最後一次 感謝三位評判給的寶貴評語 現在就在正式公佈賽果前 會先為大家去宣佈 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學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二副辯大進節同學 恭喜 恭喜 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編題是 公平牛液咖啡能有效扶貧 由正方寶良局百周年里 兆中紀念中學 對反方、孫道會、陳瑞芝紀紀念中學 正方得票為三票 反方得票為零票 換完之由正方寶良局百周年里 始終紀念中學勝出 恭喜 今場比賽來到這裏正式結束 再次多謝大家